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黃小柔 我在街頭潮流雜誌第一品牌 酷爆 Be cool be yourself 像我潮流的部分的話 我會比較偏重於搭配 然後讓 而且在他的那個cutting方式 會比較簡單跟俐落 然後再加上搭配 讓他看起來是更有自己的格調 那實際上比較不會這樣子 他們甚至可能會有高跟鞋 或甚至說男生會都有皮鞋 然後比較牙皮一點 或者是他的呈現方式都會比較多一點 應該說衣服跟顏色 都會比較跟潮流的部分 都是會完全走不一樣的 我很喜歡這個牌子的手段 因為他現在 我從小就收集他們家的牌子 然後你戴在手上 你可以完全就是很有個性 然後也可以當作搭配的方式 配件我很喜歡衝突的顏色 你衣服暗我可以接受 可是你手表就太暗 然後可是那暗到裡面有玄機 比如說我這個手表裡面 有一個是黑的 現在不是都很流行黑的嗎 你再仔細看 它的黑的表在裡面是 加以一本會亮的 然後很多人都會問我說 那這表是哪一本 怎麼我沒有看過 可是這就是收集的 就是我去世界各地 就會收集不一樣的手表 上去一本我可能會買他們的表 因為他們的手表就是會把它做成 比如說 因為我本來就很愛 航客跟搖滾 然後他就可能 他手表就會像毛釘 甚至會加一些雷絲的東西 或是鍊子 然後看起來是像手鍊 但其實它是手鍊 我覺得可以辦一個大型的作品展 對 就是類似像秀 因為我覺得比如說像時尚 或者是說 像一個品牌它要真的 要讓人家感覺到那個精神的時候 通常都是用秀來去表現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變成是說 把音樂然後跟秀結合在一塊 然後可以變成是一個大型的 潮流Party秀這樣子 然後大家就Dress code 就是穿出你最潮流的 就是讓全台灣的年輕人很理所當然的 你來就是不能太簡單嘛 就變成是說 我去那邊是魚有熔煙的 又被邀請 你真的會覺得說 哇 我自己也是潮流人耶 我覺得你們鐵律跟我耶 跟我的style還蠻像的 就Be yourself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連自己都搞不定自己 你怎麼去搞定別人 所以我就是Be yourself 做潮流這部分 好